我請署長 請署署長 我接續田委員的剛剛那個高頻大福 因為我們在12月21號有跟黃昭孫委員辦了一個公聽會 那為什麼會有高頻大福 因為我剛在屏東當中我可能還比田委員了解一下 當初連戰那個時代就是要去美容水庫 因為預期高頻那裡的缺水 高雄 尤其是高雄 那後來美容水庫因為環保人士 我一再的講環保人士 環保團體 這個要犯罪 那就犯罪啦 去水庫犯罪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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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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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在要執行,錯是錯在 台壇把那塊地先前就租給 我們一些毛豆的農民 他們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大家砌作的 做的品質也真的好 跟各位報告,毛豆一塊三顆的 叫做上等品 一塊兩顆的就叫做中班的 所以你們吃到那三顆三顆的就是上等品 那都說外銷日本比較多 一年擔當外銷的金額二十幾億台幣 所以是非常非常有經濟作物價值 他們在台南,在高雄,在屏東,蓋上那 都賺很多 這些人真的是替我們國家賺了不少外匯 那現在 那個 水利署已經要在104年要把它挖下去 104年要挖 那他們現在在 在 在 請驗啦等等 提防也當延後啦 或者是找 更好的地 讓他們能夠做 讓他們能夠做毛豆 啊 現在正在找地 事實上也不好找 因為台南的地很多都 織國頭啊 織頭啊 所以要整地 整地要花了很多很多錢 他們已經在那邊花了很多錢了 因為還有水利 還要抽水的啦 排水啦 灌水的系統等等等等 他們已經花了很多錢了 所以他們現在在控制 他們現在在釘情 不是不得理的 那我要跟各位報告 事實上 以色列 以色列的水 大部分都來自耶誕河 那耶誕河的前面那一段剛好在耶誕 啊不然就來到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後來 耶誕河 耶誕就想把他用水庫把它攔截掉 所以以色列說 他只要提出你要蓋水庫 我就用風炸機把你炸掉 你要蓋水庫就把你炸掉 因為那一條河是他們的母親河 那一條河如果結掉的話 以色列會撞掉 想不到想不到一步 應該還有什麼呢 海水化淡水啦 以色列現在在特拉維夫那邊蓋了很多海水化淡水廠 就小小的小小的小小的 一個一個廠有一天可以做五萬噸十萬噸 這樣也可以解決 然後也可以製造金鹽 還有一些稀有的礦物質 所以 台灣現在如果蓋水庫也不行 然後水庫一機又沒辦法處理 然後 南化水庫要用管線通到陳清府這邊來 我今天很用心的啦 用管線結果八八風災 那個管線是要經過小林村那一帶 結果小林村不是山崩滑落嗎 他就說是那個工程引起的 水利署書長要被告 說是他那個工程引起的 所以到現在還沒完沒了 小林村死了好幾百人 所以要買管線要飲水 北水南運也不行 所以我每次看到署長 想到環保團體 我想剛剛 我一再講環保團體環保會議 絕對不能當作 最後的決定 最後的決定 一定是要署長或者是政務官你要去擔 你要做最後的決定 最後的準不準 你要擔政治責任 而不是丟給那些環保委員 他是 臨時被聘請來的 然後領個車碼會 然後 哈不通通的開個會就說過不過 然後就 欸 超生殺之大權 台灣的經濟如果要起 投資的話 給那些環保團體環保委員 大家各自想法不一樣 這會死人的 所以 10月21號我跟黃昭順委辦公廷會 到最後的結論就是 第一就是再找地 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找得到 同等值的那些土地 同等值的土地給那些 毛肚子的人可以去找 還給他們整地 必要的時候政府幫忙他們一起整地 第二個這個水庫是不是一定要非改不可 這是真的啦 我跟蛇委員觀念也是一樣 одна 我講的海水化淡水你有沒有經驗 署長 我們國內澎湖也在做 那規模不夠大的時候成本就很高 所以像以色列或者新加坡 要大到一个程度 它可以降下来 但是以现在的这个 降下来到20块钱的话 必须我们现在用水的 4块钱都还是高了 就是到了一个程度 事实上它是有这个技术 也可行的 只是说在成本的考量 在哪个阶段 什么时候可以去大量的 去做这个海水淡化 是 但刚才你讲到 也是环平制度问题 像这个案很清楚 它实际上不是环境影响的问题 它是已经已开发的地 它的一个使用的方式的问题 就像中哥世纪 它这个正式法院判 它说这个环平无关 而是你去计划法 你原来定的条件 你的农业地要不要变工业区 你原来工业区好好用 是这样的问题 但是像这样的话 制度 环平制度给我们一个否决权之后 变成我们要 什么东西拿来 我要我否决 然后帮它去越厨带跑 去想事情 所以这个否决权 在先进国家 没有说把这个环平说 放否决放到里面 然后由环保单位来帮忙去否决 不是这样 而是它原来许可的时候 你水利当位许可 要不要做这个壶的时候 或者要开发的时候 它就要把环平做起来 然后把环境影响考虑后 然后再考虑像刚才这样的 其他的部分 它还是水利署要去做决定 经济部要做决定的事情 好 那我再问一个今天有关的 我们现在小孩子玩具 里面含一些有毒的东西 那是经济部商业司馆 那工业用的起云剂塑化剂 违规用到食品来 是食管局在管 然后工业用的是你环保署在管 我都搞我都会 这样是必须管理的 那这边有个共通的 一条边或者是一个跨部会的 但这边可以看到共通 当他们去管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所用的化学品 到底是危害健康的 是谁去管 所以现在就是由毒冠化这边去管了 他们都用了 现在也很多在用 但是回头来看 他们现在用的这个 他在管的同时 有没有把这点考虑进去 那他在考虑的时候 如果说每个人都用了一条化学品 各自都去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 去缺乏统一的资讯 所以我们叫毒管法 就是说 我必须由这个法 一起来考虑哪一些化学物质 它是有毒的 因此你们在各自管的时候 在你法里面 这个就列入你去管的时候 限制的东西 所以他事实上 他要有统一 也要有分工 就是后面使用的时候 他原来使用的目的不同 好 我问你 再一个问题 三聚清安 在大陆是在 图那个 五年 给他更稳点 给他更稳点 他可以做这个expand 就是说 给他的量的更多 他就这样搁搁 看他怎么固定的 鱼木粉出的 台湾是有没有 台湾用三聚清安 在固定没有 到底有没有 是不准嘛 你不知道嘛 是不准的 卫生室是不准的 不准 对 都不准 工业用的数码 但是你给他拿来人家 你也不准 但是 你也不准 已经几十年了 你也不知道 这两个层次的问题了 一个是政策上 同不同意 第二个是说 你不准之后 你的稽查取缔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不要一个 一个小偷 一个警察的问题 是吧 你即使一个小偷 一个警察 你没有办法抓到 这个小偷 他20小时看着他的问题 所以我想 一个社会 他你有禁止 但是也有一套方法 怎么去吓阻 我还是建议 像这种 因为添加到 工业用会 可能会到食品 会到玩具 等等三秒 应该是要一个跨部会 一个跨部会的小组来 不可以说用切的 没办法切割 这个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会出问题 没错 所以说 我们现在要统一穿口 我们现在说 为什么化学品 全部由现在比较欧盟 它就是一个统一穿口 你们都是各用这些化学品 但是这个化学品 不是各自去搞清楚化学品 是什么影响 而是统一由这个窗口 这个窗口是谁要主导 现在就是 由毒管法 就环保署要主导 环保署来主导 是是是 全部 像陈杰伟员说 六七百种 都你们在管 管头来管 管这个 他的毒性 毒理的资讯的取得 还有他流向啊 用量流向 但是那么多种 但是他不见 都是有毒的 你就不要去管他流向 一旦有毒 你就要管他流向 是 好 谢谢